诸葛人权组织,包括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和志愿者组成了30余人的团队 手举中国因人权活动被关押或遭到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的照片 聚集在白宫门前向奥巴马喊话 我们不能接受习近平回国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如果他不能善待本国公民就无法获得美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杨建立还表示他们担心无法在习近平到来当日在拉法叶公园举行抗议活动 华盛顿邮报几天前报道负责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刑局的发言人表示 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在9月25日习近平来访之日会对拉法叶公园进行例行的短暂关闭 活动人士认为习近平来访当日是一个得到奥巴马对中国人权问题重视的好机会 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能正式公开的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 和就是真正的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走向民主党 一位美籍藏人志愿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 我们在这儿纪念140个自焚的藏族人 他们抗议缺乏人权和尊严 这本是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所应给予他们的 活动组织表示在习近平来访之前还会陆续有一些游行抗议等活动 为那些受害者争取利益 进而为中国的镇压人权问题做努力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白宫报道